在美國已經不再需要內地的情況之下,如果是英國的話,它就直接殺手不管了。但是美國人還要維持它作為世界帝國和集體安全主要策劃者的領域,由克林政治總統開放的阿易和平需要有一個體面的終結。 體面的終結如果以後維持不大不適合的事情,例如從羅斯福總統的角度來講,從清朝末年開始的長期的遠東工程,在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國民政府晉升為世界是強,由基督教徒擔任中華民國總統,但等於是面嘴军作主,幾十年的經營現在大功告成了。 現在中華民國是一個基督教的、民主的、憲政的國家,戰勝了法西斯軍閥的日本,而且擺脫了歐洲人的奴役,變成跟美國和歐洲國家並起瓶座的次元出場之一。 吳拉,我們的使命已經完成了,我們回家去吧。 從川普的角度來講,耶路撒冷的亞伯拉罕協議等於是完成了奧斯陸協議以來長期懸崖偉解的中東,阿拉伯和以色列人大多數國家都已經相互承認。 只有一些亂七八糟的軍閥,沒有被得到政治承認的軍閥,合法的君主和政權都已經相互承認了。現在我們不是已經可以走了嗎? 川普的政治是什麽?他要求沙特阿拉伯承擔美國在敘利亞的任務。沙特阿拉伯連也門都控制不住,他怎麽能承認敘利亞? 這個做法就跟羅斯福要說蔣介石派兵去佔領日本是一樣的道理。蔣介石連自己都保衛不了,他怎麽樣派兵去佔領日本呢?他派到日本的佔領軍,還永遠沒有出發,而就被共產黨消滅了。 但是表層政治人和現實人是不一樣的。誰能够抵抗敘利亞軍閥呢?如果埃及軍隊不出兵敘利亞的話,沙特人支持的那些勢力是絕對站不住腳的。能够出兵的可能就是土耳其人和埃及人。 但是埃及現在自身難保,土耳其倒是非常認真的出兵的。川普的下一步應該就是在形勢上的和平協議已經達成以後,美國人完全特殊中東,然後沙特人現在你們是大著了,你們應該負起自己的責任,請你們自己負責把敘利亞搞定。 你們不是說你們跟伊朗是世仇嗎?你們把伊朗人給我搞定。但是這話的意思就是,你們爪哇人、仙羅人、緬甸人應該聯合起來,把蒙古人或者是民國、清國給我搞定。 這實際上是他們從未想過的,也從來覺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在西方殖民者的底牌支持之下,他們才能夠暫時維持自己的獨立。 所以,只要美國人認真撤出了以後,中共局勢一定會大亂的。敘利亞小軍閥的戰鬥力至少也是共產黨在延安那種力量,用來對付大部分資產都在海外。 大多數成員都在南下海外度假,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回國旅行公共儀式的海關君主國來說的話,南下征服的這些君主國是易如還長的。 而這些君主國原有的社會聯繫,來自於他們在二十世紀初葉的家族、部落和精英階級的政治協議。 而這些人目前都已經變成了一個跟本國絕大多數居民沒有關係的特殊的寡頭統治階級。對於這些國家來說的話,公民就等於是寡頭。大多數居住者和勞動者是沒有權力的外國人,只不過因為他們膚色不是黑色的,所以被進步輿論所忽略了。 如果他們也是黑人,而阿拉伯人被算成是白人的話,那麼他們的罪惡早就超過了種族隔離制度的南匯的一百倍了。雙方理應外合之下,這些國家是很有可能突然倒下的。 再加上美國又不需要中東的石頭,那就更沒有理由來挽救它了。 但是,這些事情如果真的發生,例如中國支持伊朗,為伊朗提供了它的短板,然後讓伊朗支持的各軍閥,控制了中東。而土耳其人又看到中東已經不再是帝國主義天下了,這是恢復奧斯曼帝國勢業的大所機會。 利比亞過去是土耳其的地方,在民族以後變成軍閥混戰的地方,又是土耳其人也輔製了其中一派軍閥。這是一個典型的奧斯曼主義策略。 從凱末爾的角度來講,甚至從恩維爾帕西亞的角度來講,他實在不會認為利比亞是土耳其人值得會功夫的地方。他寧可到中亞去,也不會到利比亞去。 但是現在土耳其人已經建入了利比亞的內戰。在中東瓦解的情況之下,這樣的局面必然會出現。